六烟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我快把整个北境都翻遍了 就怕找不到你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把你弄丢 害你受苦了 书彧哥哥 不怪你 旦夕祸福 谁又能预料呢 何况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倒是你 你瘦了 找不到你 那好意思整肉啊 乐爷 你快说说 从幽州到洛瑶 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这一路 经历了很多很多 若不是这一趟 一辈子 都不会知道这么多事 一辈子 都只是一个 未见过风雪的金丝雀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 怎么了 公主殿下 快去看看太子吧 快去看看太子吧 突然发起高热来了 恐怕 不能与公主 去南山看望难民了 太子病了 是 公主 殿下说 恐将病气过给公主 公主探望阿地 你怎敢见远 若是耽误了太子病情 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丢 我 都没想到 好 不要再装了 阿姐 阿姨此次让你到洛阳来 是因为大汉伤民 让你扶恤大家 树立大唐储君的形象 你躲在这里装病 这怎么说得过去 阿姐 你也看到了 那些人哪里是灾民 分明是汉匪 你看看他们 满头满脸的血 张牙舞爪 吓死我了 我一想到啊 头就痛得紧 不去了吧 阿弟 阿姐知道 你现在年纪还小 遇到这些事情 是自然会害怕的 但是你要明白 我们终有一天 都要独立扛起肩上的责任 尤其是你 阿姐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但我刚到洛阳 你就不能让我歇会儿呢 你说的那些 我都明白 放心 我早晚会成长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儿了 毕竟 我是阿爷的骨血嘛 话不能说说就算了 要真的做到才行 阿姐这一路上 经历了很多 也明白了很多 既然是天下人在供养着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承担起他们的人生 阿弟 你可知 储君二字和解 储 智也 御后之意 君 尊也 天下之首 你一定要快快成长起来 像阿爷一样 得问名信任 做天下明君 昊都 不 终究是你先找到了乐焰 谢谢你 这段时间 一直是你陪着她的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就是心有不甘 若不是被圣上召回 先找到乐焰的人 或许是我 谁先找到公主重要吗 你我之间便重要 你是在为李长哥出气 先保护太子吧 别再把太子弄丢了 好多 若不是你要追杀李长哥 燕儿也不可能一个人在驿战 你现在是在推卸责任吗 我不怕承担责任 只是想告诉你 一个人若是执念太深 便会失了本心 你让他终于 我自己进行 安柔 准备好车架了吗 昊郎君已在外等候多时了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你就留下来看着 太子若真的不舒服 要尽快地请一门过来 公主真的不用婢子陪着吗 有浩郎君在 想必是不用担心 你就留在这儿照顾太子就好 公主可真是信任浩郎君呢 这种时候不准开玩笑 是 去吧 这 驾 不要再找我弟弟 母娘 不要再找我弟弟 我弟弟 母娘 别生了我弟弟 别生了我弟弟 母娘 别生了我弟弟 不要找我 母娘 找我 你在做什么 放开他 他没有教我阿弟 饶了我阿弟要没人 他都回忆了 母娘 母娘 快拦住他 阿弟 别生了我 他真的是我阿弟 娘子 郎君 这蚊蚁一个接一个的 必须肥伤尸体 别生了 大悟不得呀 公主 母娘 母娘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相信 可是你阿弟生病了 生了很重的病 别追了 但是他现在不痛苦了 但是他现在不痛苦了 不痛苦了 所以 我爱给他喝小语儿 护他睡觉 忽然 他就发了高热 身上起了黑斑 然后 然后就冷了 慢慢就冷了 我给他搓小手 搓小脚 搓小脸蛋 他还是冷了 我没有 我弟弟死了 母娘 你弟弟出生 就没有了阿姨阿娘 你把他拉着这么大 已经不容易了 就当全了长缘分 婆婆 阿弟还没怎么吃我白米饭 白面嬷嬷 他来这人世走一遭 怎么就能像没来过一样呢 等到了洛阳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小姚公主 让子我好多白米饭 我还没吃过白米饭 阿夫知道了 你便便 去和阿姨阿娘团聚去了 你就让他走吧 下一世 不要再投胎我们这样的人家了 阿姨 阿姨去见阿姨阿娘了 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不想阿姨去见阿姨阿娘 阿姨知道 阿姨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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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挂念 也可以难过 但是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带着弟弟的那份希望 好好地活下去 阿姨阿娘 云阿娘 阿姨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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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 阿姨阿娘 公主 南山的物资已经被录好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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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我都受伤了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 你现在一点都不疼我了 给我看看 成前 书彧哥哥 你随我去看看 走 公主 还是我去吧 你去看看太子殿下 以免他再闹着回长安 也罢 辛苦你了 让开 让开 妈 官爷 官爷饶命 官爷 起来 官爷饶命啊 别走 快 弘领 就是这几个乞丐的闹事 官爷饶命啊 我们不是有意的 我们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有一个官爷人当机撒钱 我们只不过多捡了几个吧了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官爷 官爷 外面那群人我很了解 他们只是因为太饿了 有的人 面词心狠 有的人 却面冷心事 就像浩郎君那样 把人带回去 交给民府处置人 是 走 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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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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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可不能这么胡闹了 疼吗 下官 一会儿便去统计受伤的人 数与各家的户籍 还请殿下 随下官一起前去慰问 补贴各家 这些事 卫良君你去做不就行了 不然带你来干嘛 你怎么能这么跟书与哥哥说话呀 这事本就以你而起 难道不该你去体恤吗 阿姐 我还有心没好报 给钱还被打 太受伤了 你们让我静一静 你是太子 你不去 难道让我去 这是你说的 你去你去 你是大唐公主 名正言顺 那日 你不也出面 抚恤了那群雕 那群难民吗 你不去 阿姐 我都受伤了 你就让我好好休养几日吧 我看你还能撒娇耍赖到几时 阿姐 罢了 这次 姑且我替你前去 但是下不为例 金疮药 生血丸 药都背得差不多了 公主不请浩郎君一起去吗 叫他去做什么 毕竟这儿不是长安 流民伤者众多 人越来越杂了 费郎君要去照抚太子殿下 不能陪着公主 但 浩郎君也不在 我总有些害怕呢 我不在府衙就在南山 他不会找不到我的 何况 他总不能跟我一辈子吧 我们要有自保能力 公主这次回来 真是不一样了 浩郎君不跟着也好 我现在有时候见到他 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呢 你别说 最开始我见着他 也是害怕 之前 公主现在不害怕了 现在 公主 我终于找到你了 走 我带你回家 道祖慈悲 有贵人捐了些药送过来 公主殿下 公主姐姐 公主姐姐 你来啦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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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你 你送你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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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